我如果直接回答你說活著沒有意義 他會覺得很可怕 可是我幾乎確定活著沒有意義 我有一次在一個演講裡面 那個演講場合是一群很厲害的 一家大公司的一群主管們 他們找我去演講的時候 我就說我今天想要跟你們確認一件事情 就是人生是沒有意義的 然後我就問他們說 請你告訴我一場 你談過最有意義的戀愛 你吃過最有意義的一頓飯 可是當他們把答案告訴我的時候 我其實都跟他們說 你講這個意義 根本就可以用別的字眼來取代 你其實可以用有用 可以用最感動 可以用最溫暖 最刻骨銘心 都可以 所以意義這兩個字是被我們濫用的 那為什麼我想要跟你們一起 證明人生是沒有意義的呢 因為我想要擺脫 這個世界丟給我們的很多 其實根本不存在的意義 有人動不動就叫你做一件事情 說這樣做很有意義 我對這件事情 必須保持高度警覺的態度 因為如果你要做自己 你就不能夠隨便被人家用意義 兩個字牽著鼻子走 我如果能夠正大光明的感覺說 人生是沒有意義的 我就會把我自己的時間花在 我真正懂它的 而不是被人家糊弄我說 這樣是有意義的 我到目前寫了兩本情商的書 我沒有用過活在當下這四個字 因為從我認知的角度來判斷 你沒有別的選擇 就你並不可能活在過去 或者活在未來 我不能建議大家要呼吸 因為大家必須呼吸 就是沒有得選擇 所以你怎麼可能不活在當下 就是我當然懂那些人在提醒你說 你不要沉浸在對過去的回憶 也不要陶醉在對未來的幻想中 我懂這個意思 可是實際上 把你不相信的事情 或者經過檢討之後 無法證明的事情 像意義這種東西給剔除掉之後 你就發現你所剩的不多 你能夠做的就是這麼些而已 然後你只能活在當下 那任何情緒都是當下 你根本沒有辦法回應 你上一個十分鐘 再體會哪些情緒 當你沉浸在悲傷中 那十分鐘過去了 你的當下就過去了 你不要幻想說 我可以未來再處理那個情緒 情緒只發生在當下 然後你除了活在當下之外 沒得選 有用的了解就是 可以清除掉很多 不必要的情緒反應 我覺得大部分的人 在考慮一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脫口而出的話就是 這樣別人會怎麼想 我爸爸媽媽會答應嗎 所以如果你了解到 你自己是一個 你就是要這個東西 你非要不可 那你就得把別人的反應 排在後面啊 包括你爸爸媽媽的反應 都應該排在後面 然後你才會比較專注的 去追求你要的那個東西 而不會走一步退兩步的 一再四處張望 回頭去看別人的反應是什麼 這就是我覺得有用的自我了解 我覺得那麼害怕後悔是很蠢的事 如果有人說我這輩子 再也不想後悔 我覺得他瘋了 因為後悔是一個動力啊 你喜歡一個人 然後你覺得跟他在一起 可能會很倒霉吧 可能會受傷吧 然後果然就談戀愛 然後果然就受傷了 然後你很後悔 這場戀愛還是值得的啊 你在怕什麼 所以我沒有覺得後悔很重要 就是後悔就後悔吧 第一個我不覺得現在很混亂 我覺得每一個時代都很混亂 然後我覺得活在每個時代的人 都覺得自己活在世界末日 我相信這是人生的真相 就是沒有一個時代 是一個好到足以讓當下的人覺得 他活在對的時代 所以末日感是一個誤會 可是呢 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的話 陪伴你在乎的人 一起迎接末日的到來 我覺得這個是最值得做的事情 文明給了我們很多的願望 就是包括正義 包括平等 審美 幸福 我剛剛講的這四個東西 就是作為動物是沒有這樣想過的 沒有動物在追求平等 沒有一隻大象覺得 牠跟別的大象一樣平等 就是斑馬長那麼漂亮 或蝴蝶長那麼漂亮 是牠們自己長成那樣的 就是牠們不是出於美的要求 而長成那樣子 獅子餓了把一隻鹿給吃了 那隻鹿會詢問說有正義嗎 沒有啊 就是這生命的循環就長這樣 然後幸福感也沒有啊 就是那些老虎被蒼蠅 煩到每一秒鐘都要一直弄臉的時候 我覺得牠怎麼可能會有幸福感 或者牠幹嘛要去塑造一個對幸福的渴望出來 所以人類很厲害 就是人類雖然作為動物 可是我們自己搞來了很多想要達成的標準 然後達不成的時候我們就痛苦 覺得說啊末日世界很混亂 那照你的標準的話 大象跟蝴蝶每天都活在末日當中啊 就是牠們根本沒有達成任何一個我們想像的這些標準 所以我覺得最好是搞清楚你的這些願望的來源是什麼 然後你就會覺得沒有達成沒那麼了不起 就做不到就做不到 我每天路過很多人 看到很多人做莫名其妙的事情 我就覺得跟我無關啊 就是你愛這樣你就這樣吧